黄海 韩国动作电影的巅峰之作 该片不仅让何正宇首次掌获影帝 更让炎边战神绵正鹤一战风神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并多次在内地取景拍摄 紧凑的剧情更是阐述出了朝鲜族式的悲剧 很多看过本片的观众 并没有真正理清所有的人物关系 接下来就跟着老贤瑜一口气看完这部影片 正在睡梦中的老何挨了一巴掌 劳累的老何翻了翻身并没醒来 男人又给他一巴掌 老何这才看清原来是催债的人 老何坐直了身子 没想到对方又来一下子 知道自己理亏的老何并没有发作 可对方越来越狠的话一遍遍刺激着他 听到这三个字 男人就好像听到了什么可笑的事一样 被打极眼的老何站起来瞪着对方 但并没有发作 而是起身离开 墙上的照片证明老何已经结婚 而且他还有一个女儿 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的老何 脸上却没有丝毫的笑容 起床就开始想着如何才能快速赚到钱 只为尽快还清自己的债务 沿边属于朝鲜族自治州 位于中国的边缘 大约80万朝鲜族的中国人居住于此 过半的朝鲜族人从事非法活动 或者到很近的韩国打工 比较典型的朝鲜族式悲剧就是这样 老何也是其中之一 四处凑钱再加上借款 才把妻子送到韩国打工 因为沿边女性到韩国好找工作 希望多增加点收入来补贴家用 可是妻子却从此了无应许 所有的债务就都落到了老何的头上 心急的老何无奈 只能又一次来到了麻将馆 因为这是他唯一想到能快速还债的方法 俗话说得好 十读九书 自然不可能靠麻将就能发家致富 看着今天挣的钱都输了进去 老何崩溃地抱住了头 对面的男人见他没钱了就让他离开 但见他迟迟没有动静 本就烦躁的老何这下再也忍不了了 凶狠地抄起桌子就冲对方砸了过去 麻将馆的众人也没让事态再次升级 这时麻将馆的老板绵正鹤走了出来 他看到了老何打架时的凶狠 回到家的老何 喝着闷酒看着与妻子的结婚照 迷糊的老何也不由地联想妻子 在韩国生活的画面 这段只能说不能看 第二天 催债的人找到老何 说是给他介绍了一个老板 有个活给他做 并且有着很不错的报酬 老绵做着自我介绍 顺便带着老何去吃饭 然后来到车里给老何说出了需要他做的事 老何瞟了他一眼笑了笑 而老绵却说我并没有跟你开玩笑 你顺便可以去韩国找你的老婆 完事后我会替你还清所有的债务 老何犹豫不决 毕竟是杀人 而老绵却让他尽快做决定 要不然就会另寻他人 回去后 思来想去的老何决定还是铤而走险 因为生活的窘迫让他毫无办法 还清债务的同时还能去找妻子 第二天他来到麻将堡 老绵给了他地址和人名 并且他告诉老何 必须记住然后完成任务 要不然你的家人全都有危险 老绵递给他一个存折 里面是预付款和违款 只要完成任务 而且带回来对方的一节大拇指 就会告诉他存折的密码 已经准备好的老何第二天开始出发 估计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趟旅程有多么危险 一路辗转 来到了老绵告诉他的乘船地点 街头人将他们带进了船舱底部 里面还有很多准备偷渡到韩国的人 渔船驶过了黄海 对面还有小船专门等待接应 就这样他们进入到了韩国 清晨 码头的偷偷给他一个地址 十天后会在这个地方有船带他回去 如果去晚了不会有船在等他 等他坐车来到首尔已到深夜 只能找个小旅馆先住下 第二天他来到目标人物金成贤的地址 他的思路很清晰 先是找到信箱寻找金成贤的名字 知道了他住在六楼 可他坐电梯按六楼毫无反应 只能坐电梯来到五楼 电梯门一打开 一道铁闸门拦住了去路 老何观察了一圈并没发现什么 他穿过马路来到对面的楼房 通过窗户慢慢观察着对面 但依旧什么也没发现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 老何发现六楼屋子里面只有一个女人 饥寒交迫的老何看着楼下的便利店 再也忍不住 他刚跑过去 就有一辆黑色轿车从路口驶来停在了楼下 等他吃完泡面回来 发现楼房的大门已经被锁 并且六楼也熄了灯 老何知道自己错过了目标回家的时间 他大概记下了金成贤回家的时间 然后返回了小旅馆 第二天 老何也没忘记自己来的另一个目的 他找到了妻子给他信上说工作的小餐馆 老板告诉老何 他的妻子只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月久不干 只是大概知道妻子准备去哪工作 到了晚上 老何来到目标金成贤的楼下 一直苦等的老何显得那么无助 异国他乡或许就是如此 天气非常冷 忍不住的老何看着六楼的灯光冲了上去 老何来到铁门前 伸手想要将铁门打开 但尝试多次也没做到 气急败坏的他甚至想去按门铃 还好他又冷静了下来 他知道如果按了门铃被发现 自己的任务难度又上升了几分 他只能乘坐电梯往下走 刚走到门口的老何却愣住 金成贤正巧在这时回来再锁门 见到从楼上下来的老何问了两句 老何慌慌张张的并没有回答 金成贤以为眼前的男人没有住的地方 是因为天气冷才来楼道休息 还好心地给他一打钞票 让他去隔壁桑拿房 慌张的老何来到对面的角落 仔细地观察着 锁上门的金成贤来到五楼 随着往上走六楼的灯光随之亮起 而楼下的司机在等待十多秒后 看着六楼的灯光熄灭才上车离去 老何记住了这些信息和时间 第二天 他来到这里 仔细计算着每一层的感应灯亮起和熄灭的时间 找到感应灯的盲区蹲守在那里 然后一遍遍从脑中演算着如何杀死金成贤 然后掏出纸团让六楼的感应灯亮起 在熄灭时就是司机离开的时间 走时还不忘了切断他的大拇指 计划非常周密 准备离开的老何 却在下楼市碰见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 老何知道了这就是金成贤的妻子 老何根据餐馆老板提供的地址 来打听妻子的效果 从一个面馆老板娘那里打听到 妻子和一个送鱼的老男人经常在一起 你要找的话可以找一个白色送鱼的小货车 找了两天的老何终于碰到了那个车辆 见到对方的老何直接把他一顿胖走 好似宣泄着这几天的情绪 逼问下对方告诉他 妻子在一家餐厅打工 他来到那家餐厅到处寻找 但店里的人说并没有这个人 这时老何才知道被那个老男人骗了 愤怒的老何来到了老男人的住处 打开门却发现里面一地狼藉 破碎的玻璃和地上的血迹 代表着这里发生过打斗 而且地上的相框还有自己女儿的照片 老何知道自己找对了地方 他找到邻居询问 邻居告诉他 就在一个小时前屋内传来打斗的声音 然后就离开了 愤怒的老何在屋内找到了一把刀 然后关上灯坐到了角落里等待 准备给伤害自己妻子的人一点教训 但等了一夜 疲惫的老何也没等到有人回来 他只好给在沿边的老棉打去电话 问问能不能宽限几日 但老棉毫不理会他的理由 告诉他必须在规定日期完成任务 要不然自己知道后果 等到晚上的老何来到那个邻居家 给了他一打钞票 请求他如果隔壁有人回来 一定要想尽办法拖住他 自己会再回来的 老何拿毛巾把刀裹起来藏在了身上 来到了京城贤的楼下 正准备上楼的他 却发现有两个人鬼鬼祟祟的 吓得老何赶紧躲了起来 老何发现那两人上了楼 然后走到了五楼的位置 等待十多秒后楼道里的灯光熄灭 就再也没了动静 跟他设想的计划很相似 老何正在纳闷 就在此时京城贤的车也驶来 如往常一样 司机在外面等待 而京城贤锁上门就往楼上走去 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两个男人也是杀手 两个人一刀一刀地扎向京城贤 打斗过程中京城贤也拼命反抗 直到有个人从窗户掉了下来 司机才打破玻璃门冲了上去 老何也掏出刀子跟了上去 从楼梯爬上来的老何 小心翼翼地往上走 令他没想到的是 京城贤正被一把刀捅穿了脖子 而杀人的正是他的司机 司机也发现了他 缓缓向他走来 准备干掉他灭口 而慌张的老何吓得刀子都掉了 靠着经常打架的经验与狠近 一直在与对方周旋 两人打斗过程中 老何一把把他推向楼梯 司机在滚动七七四十八圈后 躺在墙角再也没了动静 反应过来的老何赶紧去切 京城贤的大拇指 虽然人不是他杀的 但任务一样得完成 等他抬头却发现 京城贤的妻子不知何时站在那 看着慌张不敢出声的女人 老何并没准备杀人灭口 准备逃跑的老何刚要下楼 却发现警察来了 无奈他只能往上跑到了 京城贤的家里 他看了看窗户外面的高度 顺着管道爬了下来 但冲进来的警察也是发现了他 并且下面也将他包围 老何只能踹碎玻璃再次进入楼里 随后还没跑出去的老何又被警察追了过来 而老何只能抄起旁边的电脑砸破玻璃准备跳出去 舍命一搏的老何跳到了车顶上 还好有汽车的缓冲 老何赶紧爬起来继续跑 警察们冲过来把他围住 可老何凭借一股子蛮力成功从人群中冲了出来 他疯了一样往前面狂奔 身后警察也在追赶 还有警车也冲了上来 老何只能往小路跑 凭借地形优势暂时甩开了警车 但警察又从对面包围了过来 老何只能又往大路拐了过去 警车又开始狂追 还好老何的运气是不错的 记得开车遵守交通规则 红灯停律灯行 就这样 老何成功甩掉了警察的抓捕 第二天 完成任务的老何来到那个偷偷给的地址准备回去 但地址上的地方很明显不是港口 也并没有人在这接应 老何给老眠打去电话 可对面的电话一直显示是空号 老何这才意识到 被老眠给骗了 另一边 一个社长正在训斥自己的手下 原来他们就是买通那个司机的人 社长以为老何也是手下人过来的 没想到老何是另外的一伙人 他们怕老何被抓以后 供出司机和那两个杀手 从而查到他们身上 便准备找到老何并杀人灭口 而老何这边正坐公交车准备取码头 没想到前方会有警察盘查 老何慌张的神情很快引来警察的怀疑 看着稚嫩的小警员老何直接动手 然后老何踹碎玻璃跳了出去 但被另一个警察用枪指住了头 他不敢轻举妄动 但这时警察回了一下头 老何也不愿放弃这个一闪即逝的机会 起身就与警察撕扯在一起 后面的警察开了一枪 没想到却打中了自己的队友 一看这种情况下的老何抓紧逃跑 警察也很快回过神来 冲他连开竖枪 老何被榴弹打中了一枪 但没伤在要害 爬起来继续往树林里逃跑 看着山下的警察越来越多 老何只能往深山跑去 随后警察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搜山 跑到山林深处的老何脱下袜子 忍着剧痛包扎了枪伤 身体上的剧痛再加上内心的无助 让这个男人再也忍不住 崩溃的老何只是想要找回妻子 过正常人的生活而已 到底是什么将他推向了这一步 老何并没有自暴自弃 忍着疼痛穿越丛林 凭借随身携带的地图 翻山越岭 来到了当初坐船的码头 可寻找了个遍野不见一个人影 饥饿的他只能先找点事的 老何一边啃着没有味道的土豆 一边打开了电视 可从电视里听到一个非常不好的讯息 一名30岁中年女性被残忍杀害并致解 死者可能是朝鲜族人 而凶手就是那个老男人 这会不会就是他苦苦寻找的妻子 突然他注意到屋里的打火机 和当初的头头丢掉的那个很相似 他赶忙来到另一间屋子寻找 果然 两个打火机是一样的 上面的地址显示是一家酒店 这家酒店一定和他们有关系 或者是那个头头经常去的地方 于是老何赶忙找到这个酒店 就像之前一样 来到对面楼房通过窗户进行蹲守 另一边 社长通过小弟的盘查 找到了老何的信息 是沿边过来的偷渡客 派他来的就是老年 怕事情败露的社长派了一伙人过去 准备把老年给干掉 可没想到的是 三个人打一个还被反杀 不知道到底会不会玩 老年留下一个活口 从他口中得知对方 准备将自己和老何灭口 老何这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 终于被他发现了那个头头 于是将他绑了起来 在经过一顿毒打后 头头终于告诉他 凌晨两点在釜山港六号码头 有一条去大连的船可以回去 于是老何抓紧往目的地赶去 老年这边被偷袭后并没有生起 而是来到首尔联系了社长见面 老年告诉社长自己可以帮他搞定老何 自己也会守口如瓶 但是要社长支付他三千万 面对这种办威胁式的交易 社长只能忍气吞声地与老年达成合作 老年第一时间来到那个码头 虽然没找到老何 但找到了被老何关起来的头头 来到目的地的老何 刚跟街头人达成交易 看到对方打电话那慌张的神情 奇心的老何也只能相信他们 接着被带到一个集装箱面前 看着漆黑的集装箱 老何有些不安 但街头人一直催促他赶紧进去 谨慎的老何刚走进集装箱 就发现里面的货物并不是发往大量的 而且外面的人很急切地用力关门 怒火中烧的老何发现自己又被耍了 还好他有的是力气 硬生生推开一条门缝 伸出一只手的老何拿着刀子朝对方猛扎 这才推开门逃了出来 爬起来的老何撒鸭子就跑 可刚跑到门口的老何看到大门外面站着一群人 没想到却是赶来的老年 面对前后夹击的老何也只能往人少了后面冲去 后面追来的两人自然挡不住拼了命的老何 就这样 老何向着码头里面一路狂奔 后面的人紧追不舍 老何只能跑向了一条船 再打开舱门的间隙 后面的人也追了上来 手拿力气的众人一拥而上 老何的腿被捅了一刀 站起来的老何也还击了回去 他赶忙躲到了门后面 可身单力薄的他也不能直接把门关上 靠着抢过来的一把斧头 只能不停地挥舞着 试图把门关上 但很明显力气再大也架不住对方人多 老何只能再次逃跑 来到甲板上老何被团团包围 面对凶狠的老何 一群人也一时间拿他没有办法 这时后面传来一声怒吼 面对来势汹汹的老眠 老何自知不敌只能转身跳了下去 小弟毕竟是小弟 关键时刻还得是大哥自己上 狠人老眠自己也跟着跳了下去 由上岸的老何向着路边停着的卡车跑去 面对扑上来的一群小弟 老何拼命挣脱 终于连滚带爬地上了驾驶室 后面的人也蜂拥而至 这时老眠也爬上岸 看着发动汽车的老何 老眠捡起斧头冲了上岸 他拽开一众小弟 准备把老何拉下来 还没有人能从他手中逃脱 但老何自然力气也不是盖的 看着即将落下的斧头 老何一脚将老眠踹了下去 看着紧闭的大门 老何只能驾车加速向着外面冲去 虽然撞开了障碍 但巨大的冲击力也让货车失控 几番晃动后 货车侧翻在地 老何从驾驶室爬了出来 看着呼啸而来的警车 赶紧找到一辆车逃走 赶来的老眠也找到一辆车狂追 两个人就开始了激烈的汽车追逐大战 老何一门心思只想逃跑 而老眠自然是想把老何给干掉 一下又一下地撞击着老何的车辆 眼见不能甩掉对方的老何 也暂时想不出什么办法 老眠看准机会猛踩油门直接撞上去 这下给老何直接顶着侧了过来 但是我前面说过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 亮亮呛呛下车的老眠巡视一圈 却再也没看到老何的身影 虽然你是沿边战神 但是作为出租车司机的老何可是专业的 憋着一肚子气的老眠回到住处 吃完东西准备休息 但他突然想到一件事 雇佣自己的人和社长并不是一伙人 虽然双方的目标都是杀掉金城贤 但并不是对立面 也互相不认识 将老何灭口完全是多余的 于是赶忙打电话叫社长来这里谈 逃脱后的老何早已变得麻木 他现在只想知道电视上死的女人 是不是自己妻子 委托人来到殡仪馆后 虽然女士早已面目全非 但为了对方开出的委托费 还是十分肯定地跟老何说就是他的妻子 跟照片上一模一样 要是有微信能拍照片就好了 老年也不知自己还能不能回去 睡梦中的老年迷迷糊糊听到门外有动静 从地上抄起一个大骨头就躲到了门后 很快就有人破门而入 老年也开始挥舞手中的大棒 这时有人想要偷袭老年 却被老年反手一骨头敲晕 再接着两下子给他送走 老年抄起地上的刀就杀了出去 先是一个飞骨放倒一个 再按住一个猛渣 这时又有一个人从后面偷袭 给老年腰子上来了一刀 但严边战神的称号自然不是白叫的 丝毫不影响战力 将楼上的人全部干掉以后 顺着楼梯一路杀到楼下 喊了两声社长的名字见没人回应 这才知道对方并没有胆子过来 干掉最后一人的老年转身看了看 抄起一旁的汽油倒在了地上 然后一把火点燃这里 一瘸一拐地离去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 一人一府的战神老年来到了社长的老巢 而老和这边心如死灰 让委托人把妻子火化 知道自己已经回不去了 但不甘心的他也要弄清事情的原委 于是他来到金丞贤的家里 找到了他的妻子 但他知道女人是无辜的 并没有打算伤害他 而是向他逼问出关于金丞贤的信息 好调查出到底是谁要杀死他 老和打听到那个司机的住处 从他的家中搜出一个电话 手机上面唯一联系的电话 就是社长的手下 老和找机会抓住了他 一番逼问下才知道他后面的人是社长 既然社长是买通司机的人 那么又是谁雇佣老眠和自己的人了 而社长这边 手下抓到了一个人 通过他口中得知 买通老眠杀金丞贤的是一个叫金正焕的人 跟自己手下买通的司机毫无关系 这才明白自己灭口老眠和老和毫无意义 当明白过来的社长 只希望派去杀老眠的人进展顺利 要不然将会遭到老眠无尽的报复 但没想到的是 身负重伤的老眠就这么一路杀到了地下室 看到社长在这里 怒火中烧的老眠就这么往下走 看到战神一样的老眠 社长心里也是发毛 老眠慢慢向前走 十几个人都在往后退 看好了 我只交一遍 把人全部干掉的老眠 让社长来包扎伤口 已经吓尿的社长只能颤颤巍巍照做 还想解释什么的社长 却没想到老眠直接就给他嘴巴一疯子 在老眠的世界里 钱财是最重要的 留他一命是为了让他拿钱 而知道社长信息的老和正准备开车离开 却被一辆车从侧面撞击 随后便晕了过去 醒来的老和发现自己被关在了后备箱 听着对方的谈话是准备将自己杀死 但明显对方不是老眠的人 两人到底是谁派来的呢 打开后备箱的两人很明显不是专业的 没想到老和已经醒来 而且直接被反杀一人 但老和也是挨了一刀 另一个人颤颤巍巍的看着逼近的老和 想让老和知难而退 但没想到的是自己后退过程中摔了下去 就这样把自己摔死了 老和来到车内 苍白的脸上也代表这次的伤很重 但他没办法去医院 他在车上发现一张名片 上面的人正是金正患 是一个银行的经理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只需要再进一步的验证 准备开车带社长去取钱的老眠 一不注意就让社长跳了下去 但社长也被压断了腿 慌张的他逃进了客车站 老眠顺着血迹追了上来 知道自己刚不过的社长只能偷袭 脑袋挨了重击的老眠也不是他能搞定的 两人撕打在一起 急眼的老眠也是不再留守 一抚一抚地把社长送走 社长渐渐没了动静 但这也让老眠用光了所有力气 老眠回到车上准备离开 但车子刚行驶没多远 便撞在旁边的矮墙上不再动 这一小段路也成了战神的最后一段内场 随后老和也赶来了社长这里 老和看着倒在血泊中的社长 看着眼前准备杀死他的人 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 但社长似乎还有一丝气息 嘴里念叨着金成贤动了他的女人 老和从这里明白了社长买通司机杀死金成贤的原因 那么金正焕又是谁 为什么要杀自己 老和取走了妻子的骨灰 来到了那个银行经理金正焕工作的地方 在大厅里找了个不起眼的地方坐下 直到他看到金成贤的妻子坐到了金正焕的面前 两人躲闪的眼神很明显不想让人看出来他们认识 至此 老和终于明白了所有真相 原来金正焕是这个女人的情人 买通老眠准备杀掉金成贤 然后顺便转移他的财产 老和颤颤巍巍地离开并没有伤害他们 金成贤当了小三被郑主买凶杀人 而自己的小三也要买凶杀人 还要转移他的财产 只为了弄清一切的老和不再关心什么是对与错 来到码头挟制一个老船夫准备渡过黄海 神志有点不清晰的老和靠在船舱上 脑中浮现出妻子向他挥手的画面 手中拿着女儿的照片 他多么想和妻子女儿好好生活在一起 但现实却没有给他那么多选择 也许能与妻子同眠在这寂静的黄海 便是他最好的归宿 我是老咸鱼 下期见